走 好想吃 放点酱是最好的 杜哥我们百吃不厌 这一家真的 洗点奶 哇 这个鲜味冲到我鼻子里了 哇好好吃啊 路过赶紧过来 没讲了 没路了 什么pasta的店 好像蛮多咖啡出来了 这一边 上次我们就只看到一家 这个龙虾店 然后就没有了 好多人的感觉 吃日餐 然后它那个饺子是透明皮 对 你看发现没有 好像吃海鲜 对 需要扫一下吗 看一下 它都有些啥 酒吧 还有 Korea Korea Lobster 他搞个箭头 你可以吃burger的往这边走 burger和shake 没看到 可能就是我们再下一个 那个像泰国菜那个中间 然后这个 哇 还有steak 和什么savage 整个看一下再说吧 Noodles 出来了 好想吃烫的东西 现在问题就是什么都想吃 对 饿了 要吃一本 这是你的Noodles 对 他都摆出来了 这是新的吧 披萨 对 这是新出来的 有人吃 有人有人吃 白人 不要相信 那个海鲜的 对 桌子更多了 对 对 他可以坐下来了 你只要保持距离就好了 而且好像人更多了 发现没有 明显比上次采量全体次的人多多了 对 这个是韩国的那个 韩国的好像看一下吃什么 拉面吧 嗯 这个汁过分了 都流出来了 这个就是 牛尾 那个 Jamaica的那个牛尾 嗯 但是它就是 就是那种 酷炮的那种 感觉 对 对 让我有点意外的失望了 等会看看那个 味道怎么样 对 就是一个 Pita 哈 地中海 吃地中海食 Pita 应该是葡萄牙鱼 我觉得 哇 感觉是希腊 还是 反正是没吃的 是希腊 反正是地中海那边的 然后就是羊肉嘛 然后就好大一块 它里面 有一些 pickle啊 洋葱啊 什么之类的 所以 哈哈哈哈 在一个白人的那个店 卖龙虾的店 中里点的sushi 哈哈哈哈 这是sashini嘛 嗯 和生薄 然后 龙虾卷要点一个不 我感觉这里不太够吃 所以这就是免因座龙虾卷 好大一份啊 有多大呢 大概是这么大 哈哈哈哈 所以虾肯定是够一个 肉 肉绝对是够一个龙虾卷吧 对 一整个龙虾 对吗 哇 嗯 好 好 所以 我们先来这个 这个牛尾 嗯 就不客气了哈 嗯 你小心你衣服 没事 这样子 想吃下一个米饭炸点 嗯 嗯 就是茉莉香米嘛 嗯 好像是是吧 蛮好吃的哈 嗯 这有一双块的 吃一口牛尾 哎呀 煮的好烂哦 嗯 牛尾 很地中海的那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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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个那个 不是不是 是很加勒比海那个重口味 有没有感觉 嗯 那个酱在里面 嗯 嗯 这是好吃的 我觉得 这个牛尾就是 它有一点在哪呢 就是 它很接近那个东北的炖菜 你知道吧 嗯 你尝一下它那个拌那个米饭 你知道吧 就特别像东北的炖菜 你喜欢 就是因为它像东北炖菜 嗯 不得妈咪吃过 嗯 诶 诶 古巴菜呀 还是什么 那些加勒比那些菜里都有这个炖牛尾 嗯 吃一看 鱼肉品质也没有说多好 但是它好亮哦 嗯 是比 它真的好鲜艳啊 好亮 就是 它这肉品质呢 是比那个资助的是好的 然后 能达到普通的那种 就是 寿司店的水准的 这个肉 嗯 还是这种毒架 嗯 普通寿司店 没有很惊艳对吧 嗯 确实没有很惊艳 嗯 这反倒调子 让我感觉就是 吃起来口感的 嗯 可能是那个taco那家 嗯 那家的东西会 给你感觉更新鲜一点 我会觉得我还有想去吃一次 嗯 如果我们吃完还不宝宝吗 嗯 对 嗯 那taco实在是大杀四关了 哇 我觉得本身可能我就很喜欢接受这种 异域人的食物啊 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真的 这不是 我也没说的难吃 但是就是 羊肉味比较重 嗯 就我觉得意思不大 嗯 就就好像 就好像那边那两个taco 是吧 就是 那什么taco number one 那个 那个taco 确实是好多人眼明 他们就是那个 纽约 number one 嗯嗯 嗯嗯 然后 好 有心意 你要是过去看呢 就是 确实那家taco 排队的人也特别多 对 就确实是 但是呢 就是你像我们两个就特别喜欢吃海鲜那家 嗯 嗯 对吧 嗯 其实海鲜那家排队呢 没有那个taco number one排队多 但是我觉得那家好吃 哎 我们就特别喜欢 就是 它是惊艳的味道 嗯 不是家常的味道 taco number one呢 很好吃 但是家常了 对 它是熟的嘛 嗯 包括蔬菜它也是熟的 嗯 所以没意思 差点意思 可能冬天来就好吃了 不 它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那个 就这个东西 如果它不是我 不是我经常吃的东西 就不是我家常的味道的话 可能我要求它是惊艳的 嗯 对吧 然后 如果这东西是 是我经常吃的东西 嗯 我就要求它是家常味道的 嗯 就是我们标准会不一样 跟我们吃中餐的一样 对吧 就比如说 我要吃中餐 东北炖菜拿上来了 那你如果 你如果是让我惊艳的味道 对吧 你搞了好多奇奇怪怪的味道 和华样样的 哎 我就会觉得 这什么破玩意 不专业 嗯 就一定要按我家乡的口味才行 对 很家常 哎 如果是 哎 搞了一个什么其他国家的 然后巴西的一个什么肉 嗯 就比如说 Jamaica这个炖菜 嗯 那就 就像你们东北炖菜 搞得和东北炖菜一样 嗯 你也吃巴巴香 我也挺喜欢吃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但是可能大雪就会觉得 有点那什么 就普通 嗯 就普通了 就跟家里菜一样 对对对对 好像东北乱炖菜一样 嗯 嗯 嗯 然后就 哎 零下30度啊 我的天 哈哈哈哈 所以你怎么弄 你就是 所有东西都扔一个大锅里 擠出来 嗯 像它凉的没那么快吗 所以东北吃蔬菜也没啥讲究 嗯 就能热的吃 你不错了 对 有口热的 嗯 嗯 九月份 九月份到十一月份 吃龙虾季节 嗯 免婴龙虾 嗯 嗯 好香啊 所以它就是 我们说这龙虾 要跟国内的朋友说一下 这可不是国内的小龙虾 嗯 就是大龙虾 嗯 就是国内叫波龙的 嗯 哇 这龙虾就是 新鲜龙虾 然后它加了那个黄油嘛 嗯 黄油酱 嗯 嗯 好 我刚吃完这个 好爽爽啊 嗯 啊 它这个外面这个面包 这层 是那个烤过的嘛 嗯 很酥啊 嗯 是用黄油烤过的 嗯 然后很酥很脆的 嗯 外肠 嗯 然后里边是那个抹了黄油的 还有那些 白酱的 还有些什么芹菜在里面 嗯 增加那个新鲜感和脆感 嗯 非常实在的龙虾肉 它那个肉好结实 嗯 这龙虾新鲜嘛 嗯 然后那个特别有咬劲 嗯 哇好好吃啊 我这么赶紧出去 对啊莫名其妙 不 我想去看看他们家海鲜肉 嗯 嗯 因为我们毕竟第一次吃过那个龙虾卷 嗯 嗯 在这家店就吃龙虾卷就好了 其他不要考虑了 对 有些人点菜的时候呢 就 就类似于 宰个白人店 点sushi 然后呢 去中国人店点炸鸡 哈哈哈哈 就是这个感觉 你知道吧 然后 很香 很香 然后还要加个薯条 哇这个面包好好吃啊 嗯 有点黄油烤的嘛 好香啊 啊 啊 好爽 就吃的还蛮开胃的 蛮开胃的 蛮开胃的 好像还在吃 完全没有饱的感觉 哈哈哈哈 这个状态不错 我想说好想再吃点什么 哎 对了 就这种状态 嗯 因为刚才 到这边吃的时候啊 特别担心 就会不会这几个菜 一下就把我们给吃饱了 那就吃掉几样东西 对没有 对没有 都哥我还想去吃那个塔克 哈哈哈哈 所以就分量都不大 嗯 所以总结一下 嗯 所以今天这个美食快乐之旅 嗯 接吃 嗯 到此结束 到最后 Happy Ending啊 还是这个海鲜的这个 这个 这个 那个Special Chips 嗯 就之前那些吧 就 就试试新菜 嗯 就是 因为龙虾那个龙虾卷 我们也是吃过的 对 他也是一下就把你胃口打开了 对 他是凭那个新鲜程度 然后龙虾的这个 其他那些嘛 就感觉好像 一般 一般 就好吃的是不至于说 就填饱肚子 嗯 不至于说让我心心念的 对对 就你看我们吃那个饼 还吃那个饭 嗯 基本上腻味了 然后一个龙虾 哎呦想吃 哈哈哈 活力又出来了 对 所以观众朋友们知道的话 嗯 就 这种 饱腹的 先别吃 嗯 先吃一些 让你开心的 对吧 有战斗力的 因为这条街真的是可以 一天花个下午来吃 嗯 所以这家能能调起你战斗力的 嗯 一个是这个海鲜的它工 嗯 然后那个龙虾卷 龙虾卷 然后这个面 这个面呢就是 它有一个问题就是 它是大菜 大菜 你吃完之后你可能吃不下别的东西了 那炸鸡可以 哎 它那个炸鸡是可以 可好吃的炸鸡 真的是 麻辣的 麻辣的 它那个什么小菜 什么cucumber也可以 也不错 但是就是你吃几个之后吧 你可能吃不下别的了 对对对 但是如果你还有一些空间 对 还是可以考虑一下 对 包括在这边上班的 其实也可以吃 如果是在这边上班的话 那那个 选择太多了 就pita 或者是什么 就那个什么饭 我吃那个什么饭 那个 都是可以的 炖饭 对对对 你问你炖饭 OK 好 好 总结到这 好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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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